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天地频道 山君和上线军两拨人马在都城会合 要攻打李辉的皇宫 此时皇宫内外一片腥风血雨 原山君挟持了李贤并杀了他 因为如果李辉有什么不测 李贤就顺理继位 郑志运看着他们兄弟残杀很震惊 抱着李贤痛哭起来 李辉目睹这一切 悲痛不已 李辉真的很难过 他不能原谅自己 因为悲剧是因他而起的 金宫女在王袍前上吊 他要为隐瞒李辉的身份 和婴儿引起的一系列的宫廷争斗 付出代价 上线军发现李辉喝下了毒药非常震惊 李辉目睹王宫你死我活的无止境的争斗 心如死灰 他用喝下毒药来阻止宫中的冲突 迷留之际李辉梦想着自己与郑志运结婚 郑志运抱起笑容灿烂的他 无比甜蜜和幸福 但这仅仅是梦想而已 这一切永远都不会发生了 最后奄奄一息的李辉 死在了郑志运的怀里 这期节目说完了 谢谢收看 求关注求回复 求点赞求转发